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国安队的消息 世界杯间歇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北京综合国安客场2比0战胜长城亚太 为这一阶段的比赛胜利收官 赛后呢 心情不错的施米特表示 第一阶段的联赛 他给队员们的表现打满分 比赛第70分钟 比埃拉 索里亚诺 巴坎布三名外援 在前场完成精彩联系 巴坎布连续六轮比赛破门 为国安队打入了稳定军心的第二类进球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国安队的防线一度风声鹤唳 上半场之后的话 我们也继续在给对手施加压力 其实也有些机会 其实可以打进第二个进球了 很可惜 这一点咱们在上半场没有打进 但是防守端的话我们做的也不差 下半场的话我们目标端是打进第二个球 长春落后 一球落后 他们也是急于斑平 所以大局在压伤 但是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机会 后来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点 打进了第二个进球 此一 主场作战的长春亚太准备充分 陈金刚的球队作风顽强 并且从不惧怕身体对抗 这给擅长传控 立足于脚下技术的中克国安队 制造了一定的麻烦 奥古斯托的连续确证 一度让球迷们感到担心 好在张希哲的火箭归来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 国安10号很好地完成了中场的串联工作 其实挺不容易的吧 然后能拿下这种胜利 然后大家也都希望用一场胜利去结束第一阶段吧 然后毕竟今天奥古斯托不能打 大家也一块儿齐心全意地去 就是弥补他的空缺吧 然后很幸运地玩拿到三分 然后也知道去年也被队友双三了 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有更好的表现吧 自联赛首轮输给山东鲁能之后 北京中克国安队已经连续十轮保持不败 稳居第一集团 这一阶段的联赛对于国安球迷来说是幸福的 对于施密特来说也是惊喜的 赛后发布会上 德国人给了球队最高的评价 我们第一场确实打得不够好 然后在客场在山东也是输了球 我们后面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总结 也是对现有的打法做出了一些调整 去适应咱们现有阵容里面现有的一些队员 在山东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让我失望而归的 我们这一系列的比赛都发挥得非常好 在一些很艰苦很困难的比赛里面都撑到了最后 所以我想对第一阶段球队的表现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如果要我给球队打分的话 我想会是一百分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非常满意吧 不管是场上的那种精神头 还是那种过程包括结果 我觉得可能之前有的比赛运气会非常好 有的比赛也是通过实力会很容易去取胜 然后都是一种精力吧 然后能拿到三分是最主要的 体育频道记者长春报道